URU Network在天使轮融资中筹集了1000万美元,还吸引了像Chain Capital、IDG Blockchain、JDI Ventures和Qcon Ventures这些国际顶级投资者的目光。 他们不仅为项目提供了巨额资金,更重要的是,这代表了这些大机构对URU的未来充满信心,认为它可能成为区块链领域中的一匹黑马。 团队也非常活跃,经常更新他们的YouTube,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参与各种加密会议和行业论坛,推广URU Network。 那问题来了,我们普通人怎样通过这个项目赚钱呢? 其实,URU Network有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机会,他们的节点即将在明天10月22日公开预售。 这个节点跟其他项目的节点不同,因为我们除了可以挖URU项目的代币,还可以挖到URU Network生态系统中的其他代币,代表说随着生态系统的不断发展,我们持有的节点将有机会获得更多不同项目的代币奖励。 这可不仅仅是一件双雕,而是一件多雕,因为我们不仅可以挖URU代币,我们还能从URU Network的生态系统中获得其他项目的代币。 大家好,我是小萱,今天的视频要带大家深入了解2024年最值得关注的The PIN节点项目之一,URU Network。 这个项目不仅是The PIN领域的领军者,还拥有超过100万用户,在即将到来的牛市中。 小萱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机会。 在今天的内容中,我们将讨论以下的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将讨论The PIN是什么? 接着我们会分析The PIN的潜力为何如此巨大,然后我们将看看URU Network是什么,再来看看URU Network的独特潜力究竟体现在哪里。 此外,我们还会探讨URU Network的技术优势,然后我们会看看URU Network团队的成员以及其他重要信息。 那么,今天我们会有一个抽奖活动哦。 小萱我会送出一个URU Network的节点,那么这个活动将维持36个小时。 大家要在这段时间内完成指定步骤。 活动结束之后,我会在一到两天内宣布一名幸运。 为了确保公平,就像之前那样,我会使用random.org进行随机抽奖。 大家请放心,抽奖绝对公平,就像我小学时不作弊考试一样认真。 在视频开始之前,影片的内容仅为个人心得与经验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哦。 那么在进入今天的内容之前,能请大家先点个赞吗? 那我们进入今天的内容吧。 最近在加密货币圈子里很火的一个词叫The PIN,其实它的全称是去中心化物理基础设施网络,听起来可能有点复杂。 不过,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用区块链技术来管理和支持真实世界的物理设备。 比如,我们每天用的手机、电脑、家里的智能设备,这些都是物理设备。 传统上,这些设备的数据和运作方式都是集中管理的,比如由大公司或政府掌控。 而The PIN的目标是把这些物理设备的管理和运作变得更加去中心化。 换句话说,就是让这些设备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相互连接,自动运作,不再依赖某一个中央机构。 这样就更安全,更透明,也为很多新商业模式带来了可能性。 那为什么The PIN有潜力呢? 未来几年,The PIN被认为会在市场上掀起一股热潮,尤其是它和人工智能结合后,AI已经改变了很多行业。 而The PIN会为AI提供更多底层技术支持,比如用区块链来管理自动化设备、智能程式、无人驾驶等。 因为它结合了区块链和现实世界的应用,被认为是推动下一个加密牛市的两大关键力量之一。 而在这个新的技术领域里,URU Network是最有潜力的项目之一。 URU Network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使用了模块化的设计,而且能够兼容以太方虚拟机EVM。 也就是说,它可以和很多其他区块链项目进行交互和合作。 更重要的是,URU还拥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技术,叫The PIN子网技术。 那URU Network它到底有什么潜力呢? 简单来说,URU Network的目标是成为The PIN领域最强大的基础设施。 我们已经知道,The PIN是指去中心化的物理基础设施网络,也就是利用区块链来连接和管理现实世界中的设备。 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和数据管理需求的增加, 这个领域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空间,而URU正好是这个领域的重要参与者。 那为什么说URU有潜力? 第一,项目数量多。 目前已经有接近100个顶级的The PIN项目,准备加入URU Network。 第二,应用广泛。 URU不仅支持像TheFi、GameFi、NFTFi和SocialFi这些热门的加密应用, 它还可以用于现实生活中的场景,比如数据存储、数据挖掘和物联网。 第三,合作伙伴强大。 URU已经和30个The PIN项目签署了合作协议, 另外还有25个项目正在洽谈中。 然后URU Network采用了一种叫Helios共识机制的技术, 它的处理速度非常快,可以每秒处理7.2万笔交易。 打个比方,你可以想象成一个高速公路, 其他的网络每次只能让几辆车通过, 而URU Network却可以让成千上万的车同时通过。 这样一来,你在区块链上进行交易时, 速度会非常快,不会卡住或者延迟。 另外,交易确认时间极短, 通常我们在区块链上交易时, 需要等一段时间确认交易。 但在URU Network上, 确认交易只需要650毫秒, 然后同时还具备分片技术, 并且完全兼容EVM。 这意味着它可以兼容很多现有的区块链项目。 对于用户来说, 这意味着更快的交易体验和更大的扩展性, 非常适合未来的区块链应用。 然后URU Network的团队成员都有哪些呢? URU Network的团队阵容非常强大, 聚集了120多名来自顶尖科技公司的专业人士, 其中包括Google, Cardia Chain, Y Combinator。 此外, URU Network还有很多来自名校和知名企业的顾问, 其中包括斯坦福大学、 RMIT大学和Animoca。 URU Network的团队不仅技术实力强大, 他们也非常活跃。 在YouTube上, 大家可以看到团队参与各种活动, 比如加密会议、 行业论坛等, 积极推广他们的项目。 那么, 投资者都有哪些呢? 首先, URU Network在天使轮融资中, 筹集了1000万美元。 接着, 项目又吸引了更多的国际顶级投资者。 其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投资者。 首先是Chain Capital, 这是亚洲非常有名的加密货币基金。 之前投资了很多大家都很熟悉的大项目, 比如Selona和Polkadot, 然后还有IDG Blockchain, 这是全球领先的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投资公司。 他们支持了许多创新公司。 再来还有JDI Ventures, 这家公司专门投资的PIN项目, 在这个领域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当然, 不能少了Qcoin Venture。 Qcoin是全球知名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而Qcoin Venture就是他们的投资部门, 专门支持那些很有潜力的区块链项目。 除了这些, 还有其他重要的投资者, 都是这个项目的强力支持者。 这些投资者不仅为URU Network提供了大量资金, 也为项目带来了信心和资源, 真的很用心帮这个项目在区块链领域走得更远更好。 好了, 讲到要怎么通过URU Network赚钱, 这里就要提到节点销售。 那么, 节点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URU Network的节点就像是网络的小帮手, 帮忙处理各种任务, 比如存文件啦, 看视频啦, 玩游戏啦, 甚至是AI相关的应用。 这些节点是由全世界的普通人, 包括你我这样的人, 来运营的。 所以我们也是可以参与其中, 赚到钱的哦。 那怎么赚呢? 首先呢, URU Network给节点运营者设了一个超级丰厚的奖励池, 总共有11个URU代币, 占整个代币供应量的10%, 这些代币会慢慢地发放, 特别是奖励那些早期就加入的人, 这样保证项目可以长久运作, 而且早上车的人赚得最多。 如果你有兴趣参与, 节点的公开销售将在10月22日开始, URU Network会卖出4万个节点, 最开始的节点价格是200美元一个, 这个价格会逐步往上涨, 最高到550美元一个, 所以越早买越划算。 相比其他类似的项目, 像Car, Affair, Genesis, URU的节点价格算是很亲民了, 门槛不高, 大家都能参与, 节点操作也很简单哦, 我们不需要懂什么高深的编程技能, 只要你买了节点, 2到3天内你就会收到一个NFT, 就像是你节点的凭证, 等到代币生成事件一开始, 我们就可以拿着这个NFT去质押, 开始赚取URU代币了, 那么URU Network什么时候会进行TGE呢? URU Network的TGE预计将在2024年12月进行, 尽管具体的开始时间还没有最终确定, 不过, 项目方确认会在2024年内进行TGE, 然后他们已经与Gate和BitGate达成了上市协议, 并正在与其他中心化交易所洽谈中, 那么TGE都还没开始, 所以即使我们现在买了节点, 也暂时不能立刻开始挖URU代币,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快就买节点了呢? 小萱我刚才有提到了, 节点的价格会逐步往上涨, 最开始的节点价格是200美元一个, 会逐步涨到550美元, 所以越早买, 肯定是越便宜的, 而且这些节点数量是有限的, 总共有4万个, 卖完了就没有了, 那么拥有节点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早期买节点的投资回报率高, 项目方预计, 早期的节点运营者大概在58天内就能收回本钱, 之后赚的都是纯利润了, 第二, 随着越来越多项目加入URU Network, 我们作为节点运营者还能从这些项目赚更多的奖励, 所以说, 赚钱的潜力会越来越大, 除了能挖到URU代币, 还可以挖到URU Network生态系统里的其他代币, 第三, 买了URU节点的人, 还有机会在URU代币正式上市之前, 优先购买到这些代币, 而且项目方预计, 到了2025年牛市时, 回报率可能会达到3到5倍, 那么如何购买URU Network的节点呢? 小轩我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购买URU节点的流程, 不过需要提醒大家一下, URU的节点预售还没有正式开始, 预售会在明天, 也就是10月22日开启, 所以我们现在还无法购买, 只能等到预售开放才可以参与了, 那么小轩我已经把购买节点的网站链接放在视频的描述栏和留言区的置顶位置, 大家只需要点击链接, 就能直接进入到购买页面, 那么一旦进入网站, 我们首先点击右上方这里连接钱包, 那小轩我自己就选择连接我的小狐狸钱包, 连接成功后, 接着我们点击Public Notes, 接着你可以选择购买的节点数量, 如果你只是想试试谁, 可以先买一个节点, 看看情况, 那么选择好数量之后, 系统会显示总金额, 确认节点数量后, 系统会要求你授权钱包中的USDT, 我们点击Approve, 然后钱包应该会弹出授权确认, 我们授权成功后, 就可以使用USDT进行购买了, 好的, 那么购买节点成功后呢, 大家需要等2到3天, 节点的NFT会发放到你的钱包, 然后等到TGE开始时,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节点NFT去质押, 开始赚取URU代币了, 目前来看, URU Network已经成为The Pin领域的一匹黑马, 它不仅有很强的技术基础, 而且也得到了很多项目和企业的支持, 未来几年, 随着这些合作的深入和技术的落地, URU Network很有可能成为推动The Pin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现在它们为节点持有者设立了巨大的奖励机制, 节点价格从200美元起步, 但会逐步涨到550美元, 所以越早买越划算, 节点不仅让你有机会赚取URU代币, 未来还有可能获得其他生态项目的代币, 经过对比多个项目后, 我觉得URU这个项目具备一定的潜力, 因此, 小轩我决定明天买一个节点, 先投入一点来试试看, 然后观察后续发展, 再决定是否购买更多的节点, 最后, 是要提醒大家, 这些都是小轩我个人的研究, 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加密货币项目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可能会导致本金的完全损失, 所以一定要做好自己的研究, 再决定要不要投入。 好啦, 今天的URU Network的分享到这里啦, 大家可以点个赞为小轩打气吗? 谢谢大家啦,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